根据了解涉及新北市的李姓女汽车车司机 时候傍晚5点左右从花莲开车返回新北市 行进苏花公路指标170多公里处 大清水路段附近时下车赏紧 皮包却不慎从边坡滚落 李姓女子因而爬越护栏试图检视皮包 没想到竟然滑落伤癌下 11号上午7点多钟才被人发现 花莲县消防局和平消防队员蓝俊斌说 她从昨天晚上5点刚刚就上来的时候 她是说因为她钱包掉到悬崖下面 然后她想要去捡钱包 她就滑下去 然后滑下去是没有什么大的伤 大的受伤 可是就是轻微擦伤 然后到早上 因为昨天是刷公路都封闭嘛 然后到早上有工人要施工的时候才看见她 然后我们到现场之后 她生命状况还稳定 然后我们现场就用拖拉的方式 然后顺利就上来 索性花莲地区12晚间起 并没有出现显著风雨 李姓女子虽然受惑一夜 但只受到轻微擦伤 没有大碍 金广记者张涵 花莲报道 好 谢谢大家